哈喽我的观众小可爱们你们好呀我是三斤 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个关于选择与背叛的故事 成年女性的动画时兼致划过河面的风 生于小城镇的乃丽子从很小开始就沉浸着繁华的都市静止的生活 最好还能和多金的帅哥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所以为了这个梦想乃丽子一直以来都十分上进 并且以她优秀的姐姐为榜样 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姐姐却没有选择乃丽子所向往的那种生活 读书就业结婚每一样都在老家 慢慢的姐姐从她的小偶像变成了一个平凡至极的女人 为了避免重复姐姐的命运 乃丽子更加努力了 整个高中的寒暑假她都在父亲工作的高点点兼职 与初中同学九夫的再次相遇也是在这里 可惜九夫因为没有父母的供养无法继续上学 所以一毕业就来这里当了学徒 九夫性格冰冷也没什么朋友 连店里爱打趣的阿姨都说她很难接近 不过九夫好像并不关心自己的人际关系如何 她只是一心磨练记忆 做出令人满意的甜品就好 当然她也确实做到了 乃丽子最初被九夫吸引 就是因为她那灵活秀美的如女性般的手指 不过两人真正产生交集 是在乃丽子在甜品店剪指的最后一个晚上 九夫递给她一份点心让她尝尝 因双手不经意的触碰而发红的脸颊 才是少年青春懵懂该有的生机啊 乃丽子尝过后表示非常好吃 九夫也因为这份夸赞露出了一个不太明显的笑容 当晚两人不仅结伴一起回家 还难得的聊起了天 可这却是他们在青春时代里的最后一次对话了 因为再次相遇也是十年之后 此时的九夫已经小有成就 如愿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甜品店 乃丽子也名校毕业 找到了浓干有多金的男友 而且即将举办婚礼 当年特意为乃丽子准备的那种点心已经不再做了 九夫便邀请她尝尝新品 乃丽子接过盘子时 挑逗式的碰了下九夫的手指 随后便买了一包这种点心 等拿回家细细品尝时 乃丽子又想起了九夫那鲜细灵巧的手指 而且久久不能忘记 所以哪怕婚礼将近 乃丽子还是主动约了九夫相见 这样的心思正巧两人都有 于是在那个昏暗的房间 多年积攒下来的思念与渴望 不停的猛烈冲撞着又交织在一起 只可惜 结果仍旧是一个要走一个要留 即便心中都有不舍 但谁都没能说服谁 之后两人还是默契的重归陌生 乃丽子婚后不久便和丈夫一居美国了 随后她便发现自己已经怀孕 她虽然感觉心有不安 但还是决定把这孩子生下来 婚后的生活并不如意 可爱的儿子也无法治愈她的痛苦 身处陌生环境的不安 永远缠着丈夫的工作和各色女人 让乃丽子患上了暴食症 每天夜里都被吃了吐 吐了再吃的循环折磨着 可是明明她想要的已经全部得到了 就这样过了几年 乃丽子带着四岁的儿子回了老家 此时的姐姐已经有了一双儿女 乃丽子这才惊觉 原来她曾经最不屑得到的 才是最能轻易触碰的幸福 最后她带着儿子去了九夫的甜品店 此时的九夫也已经有了妻女 当初的喜欢还在 只是不得不藏于岁月了 乃丽子对九夫黄包了儿子的年龄 说了些相互问候祝福的话 就匆匆告别了 回去的路上 乃丽子想着 要是那天夜里 她答应九夫留下来 又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呢 此时的儿子正摆着手指算着自己的年龄 是九夫的儿子 也是从此与九夫再无关的人生 三斤万万不能认同乃丽子的做法 在马上结婚时与九夫纠缠 生下九夫的儿子后又不愿放弃当时的生活 而选择对丈夫隐瞒 背叛了婚姻的誓言 可这个故事却能让我们思考选择的重要 就好像一个人生于土地 执着于蔚蓝 一路拨开阴霾 发现大海虽是壮美 但无法立足 而后便开始思念 踩在泥土上的踏实 没有经历过的人生 本就会让人心生遗憾 不满和失落大多远于此 放纵和背叛 只是害人害己罢了 它并不能排解痛苦 弥补已经被选择的人生 所以三天觉得 无论选择过哪种人生 都不必觉得遗憾 只要走自己认为正确的路 毕竟人生嘛 本就不可能完美 好啦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喜欢三天的话 不如点个关注再走吧 爱你们哟